哎呦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伯根蒂人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海軍上將聯賽 這個比賽雖然叫海軍上將 但是卻沒有海軍 這就如同大家買老婆餅一樣 沒有附贈老婆 所以大家不用太介意 這個東西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又不要再吹妄想 自己有老婆 有女兒 沒事 不要再幹話 我們先來播比賽 好 那我們看一下伯根蒂人 伯根蒂人這個文明的最大特色是 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升級這個經濟建築物 不管是你要點一級農一級木呢 現在時代就可以先點了 伯根蒂人有個很特殊的打法 就是優先點一級木這件事情 雖然我是覺得有點爛 但是 有一些伯根蒂文家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打 他們會直接先去點一級農 然後再去點這個封建時代 這個打法相當特別 但我不太建議這樣打 我還是比較建議 先點封建時代 再點一級木一級農 會比較好 那到了封建時代的話 要先馬上點下二級農 二級農可以看情況再點 我覺得伯根蒂人到後期還是需要打遊俠 遊俠雖然沒有品種 血量稍微少了一些些 但是他的馬舊科技是半價的 遊俠也是半價的 所以打遊俠本身不太虧 就算不打遊俠 打他的寶兵馬上輕裝兵 也是非常優秀的 伯根蒂後期還可以打火槍火炮 對我這個25%的攻擊力加成 火槍可以高達21攻 火炮總是有50攻的傷害 所以伯根蒂人算是偏後期的文明 當然中期也不弱 經濟來說也是很好的一個 好選擇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是選擇的瑪雅 瑪雅一開始的話是會多一個村民的 所以一開始就會先點下這個織布技術 但尤其是這張是比賽地圖的關係 所以這邊是可以先不用點下織布技術 所以你看這邊直接村民 村民直接領先義村 好這邊要點到封建史耐 直接點下了織布技術 那瑪雅人的玩法呢 比較還是偏夏雲打老鷹 跟子儀兵 還有這個瑪雅與射手 當然戰毛兵也可以打 而且他的戰毛是散彈戰毛 相當強大的 那他最大的能力呢 是這個資源永續5%的效果 黃金礦跟石礦 還有這個食物的採集量 都可以多採久一點喔 所以他在後期的經濟來說 是蠻好的 並不會太差 那我覺得瑪雅人後期 算是有點科技不足吧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如果剛剛對方打後期的話 盡可能不要去打到那種火炮互射的情況 很容易打輸的 你一定要靠自己的老鷹喔 加上瑪雅與射手 去做一個潛壓 是比較適合這個文明的做法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地圖 目前MIP的地圖看起來也算不錯的 基本上快要接近半天土了吧 快要快要快要天土了 這個都小圍一下就好 右邊這裡也是喔 圍到底也很輕鬆 這邊也只是圍個小小直線喔 這邊防守範圍偏大喔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給80分的喔 還沒到滿分 七八十分應該是跑不掉了 那刀河這邊呢 看起來是偏大的喔 他這樣硬圍 我覺得是剛好合格而已喔 我以為他會這樣子圍喔 直接圍一個小的 這樣子圍這樣圍 然後這邊直接圍死喔 那走圍這裡圍死 因為伯格蒂 刀河這邊圍大的話 會有壞錯喔 很容易圍不起啊 那如果他要像這樣子 那麼早期圍圍完的話 需要耗費非常多的村民喔 去做防守 那他這樣前期經濟已經會不太好 那很明顯這邊時代有稍微落後了一些些 但伯格蒂人的特色喔 就是可以提前一個經濟時代喔 去升級的 所以伯格蒂人這邊打法 我覺得還算能接受 並沒有太...太差 這樣子圍的話 有他的意義在的 好 果然馬上點下了二級木跟一級農 我就要來灑農田 這邊點下了一個射箭場 先出個毛兵 那我要來挖金礦喔 出一下工兵來反擊一下 不然白婆這邊直接升級的裝甲步兵很難受啊 好 毛兵先優先打對方的 工兵 分兵殘血的 待會要拉回家喔 不能再蓋 好這邊趕快再拉一村過來 不然這邊可能會被打爆 這裡一打爆的話 裝甲步兵就可以直接無雙開打了 好 但是白婆這邊選擇了撤退 因為工兵血量有點危險 再被狙擊火到的話 可能會直接損失掉 好 DOT這邊選得非常好 好那這一場比賽是巨爾樓大戰喔 同戰對內戰 好這邊再繼續圍 上方裝甲步兵走過來 並砍 好 木牆這邊能夠圍得下嗎 這邊先射村民 村民還是硬蓋了起來 殘血的往回拉 DOT這邊操作沒有什麼問題 好 BIPER這邊也往了左走 左走這邊木牆也是非常多 到處都已經圍死 好 這裡有一隻青騎兵想要去打 村民 但有點難收掉 好這個洞有點危險 已經打出一個洞 但只有46滴血沒有繼續打 好選擇了往後走 工兵射不到這邊法木區有點尷尬 當然這邊又拉兩村繼續來擋 DOT這邊防守還不錯 沒有什麼太大的瑕疵 BIPER又再次走了回來 盡可能給對手壓力 那 勃根地人這時候 其實不要去點二級農比較好 這個時間點 去點城堡時代 是比較適當一點的 直接上大石牆 那看來是要來打寶兵的 上大石牆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直接農死 農到最農那種 然後來要出寶兵 通常要打寶兵的話才會為死 好 那BIPER這邊是比較率先點下城堡時代 來 火關地人這邊是要點先城堡 點下城堡時代之後才可以點二級農 好 這邊有可能會被打破 這裡要小心一點 後面大石牆不知道來不來得及 好 直接用毛病正面直接硬扛 射掉了BIPER一隻攻兵 好 點下 一級彩石一級絕金 好 最後放棄了這個金礦在外面 好 直接圍一個長型的 好 二級農也補下了 到時候這邊 該農的農出來了 BIPER這邊待會要怎麼打呢 這個城門也蓋好了 到時候這邊防守沒什麼瑕疵 問題八大 好BIPER在前線蓋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看起來是要直接突破城門了 直接潛壓了 這邊上好弩兵 弩兵直接被毛兵反之委屈 但毛兵沒有升到戰毛兵的話 傷還是會有點差 而且容易被對方弩兵給射死 這邊選擇了撤退 在正面蓋下一棟城堡 這個打算要讓對方進來了 但他只要一進來就看到城堡 BIPER可能還是會選擇撤退 BIPER這邊打得非常的激進 這邊連TC都沒蓋下去 這個很不像BIPER的風格 最後還是把這個石頭給收了 這邊決定要打工程器製造手 先出一台投石車 可以再考慮出一個衝車 因為衝車拆承門速度其實是很快的 所以真的要速速攻擊的話 一台投車配一台衝車其實效果還蠻不錯的 到時候這邊轉出了馬傷心中兵 果然蓋一下城堡了 城堡蓋下之後就可以開始先打對方的工程器 那如果瑪雅這邊出三旅的話 輕裝騎兵就會有點危險 這邊可能要適時的轉出一些輕騎兵 有出用命抓會比較好 換人就是簡單暴力的打法 直接硬出數量壓制也是個辦法 這個時間點是點下雙TC 攻擊局射擊 火車開始打 IPER也慢慢轉出自己的第二個TC 這個打法我蠻推薦大家的 就是前壓之後也要一直ALL IN 後面經濟也要趕快開始弄 如果不趕快開始弄的話 肯定會是落後於DOT的 好這邊兩台投車繼續輸出 第三台要出來了嗎 還沒有 好四隻輕裝騎兵到下方看到牧牆很會開打 打這一個牧牆最好最遠的 好但這邊是隨便先開尻了起來 這邊有機會直接打掉嗎 好看起來有點困難喔 要不直接被堵住了 好如果是下面最遠的距離的話是有可能直接打進去的 好這邊正面馬上輕裝騎兵直接上前 冤對方的老鷹直接飛了進來 工兵也是 好但後方有三隻馬上輕裝騎兵 這邊白河也是做了招搶動作 直接招走兩隻輕裝騎兵 但還有一隻火了下來 這個老頭應該是跑不掉了 傷害偷子車把DOT的一個TC給拿下 DOT這邊壓力非常大 老鷹加上工兵 這個組合搭配非常難纏 後面還有偷子車的生旅 這一波白河是想要把對方給打死 DOT這邊能夠苟得住嗎 竹筋待會就要被騷擾到了 這裡再補一個前線修道員 投石車繼續輸出 正中心的TC 到達這邊農田全部被踩住 農田直接爆開 是不是要被秒殺了呢 好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勝旅直接應招 按招了一個半血的沒有拉到滿血的 後方又有四隻的輕騎兵直接回頭來拯救 這邊第一時間打的是投石車不是勝旅 這邊擠得非常漂亮 三台投石車順利擋住了 DOT居然把VIP的進攻給拖緩了一些 那這樣子 VIP待會要繼續進攻的話 就會被拖慢一些些 就不會給DOT這麼大的壓力 但是後面的老頭一直過來 這老頭沒有第一時間招翔 直接又被收掉了 哇 VIP再度把這老頭跟聖女全部送光 正面部隊也剩下一些些而已 並沒有太多 那VIP這邊現在開始有點斷村了 因為現在需要非常多弱 那出生旅的話是不需要弱的 那這邊VIP就要怎麼打呢 這邊再補一棟城堡 那如果城堡補起來的話 基本上到頭就守住了 然後這些農田都可以再次奪回來 這個投石已經是要砸村民了 砸一發殺了一村 那兩隻馬上輕鬆兵直接硬扛 下方的聖女招翔 又被招翔掉了一隻馬上輕鬆兵 但這個城堡建立起來之後 VIP還是要全面撤退 這裡趕快把村民跟聖女拉走 但是能跑掉嗎 馬上輕鬆兵一直補了過來 沒有在斷 DOT沒想到還有這麼多肉 哇 居然守住了這一波的前壓 但是他這邊斷村斷的有夠久 DOT這邊村民數已經TC DELAY4分鐘 但VIP更扯 DELAY快要7分鐘啊 很少可以看到VIP在賽事中 TCDELAY會到這麼久 而且還在26分鐘時候 這也算是VIP的一種嘗試吧 就是他想要改變自己的一些打法 但我覺得這個打法其實並不太適合VIP 因為VIP之前能打贏HELA 也就是因為HELA現在用了VIP這種方式 瘋狂強軍事想要前壓斷TC的村民 然後去給對方致命的一個打擊 想要迅速拿下比賽 這個方法是最好的 但是一旦被對方守住就會很難受 但是目前DOT這邊守住了 也有點算是 換得有點頭破血流 聰明數也是相當落後 所以現在誰輸誰贏還不好說 反而是VIP這邊還是有點優勢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VIP自己的改變 我覺得這個嘗試非常好 雖然看起來沒有很完美 但有時候新戰術嘛 練起來反而就是會有點瑕疵 或是會有點失敗的地方 都屬於正常的 人在嘗試新的事物的時候 都是這樣子的 不能一開始就追求完美 好 那來看到這邊宗教狂樂 點下去之後 想要來增加聖旅的討命速度 但是馬上其中兵的速度還是太快 而且地下特別痛 這邊用弓兵可以擋得住嗎 那還是有點偏困難 那到了這邊守住之後 然後經濟要開始農 3TC補下了 沒有問題 兩棟城堡在前線 相當的安全 HIP這邊點下了彈道學 彈道學補下 還是要打寶兵吧 這邊打寶兵感覺還不錯 但是伯恩地人的馬上清裝B 我想一想 嗯 我覺得還是要出幾兵啦 單靠這個馬上與射手 還是偏寬藍一些 稍微我們用兩倍數看一下 好 這邊稍微探圖 看一下有沒有聖物可以拿 在打架的時候太忙 沒有時間去拿聖物 欸這邊有洞喔 唉唷 馬上趕快迅速補了下來 他的反應非常快速喔 他的這個兵兵腳腳已經看到了 視野 好 馬上拉了一些兵過來防守 道特這邊只是過來偵察 並不是想要真的去打對方 好 那目前道特沒有辦法有機會喔 很好的往外擴 這邊要怎麼打呢 先升帝王出火槍 看出火槍又會被工兵給射爆 火槍配馬上清裝B 這個搭配看起來不錯 這邊想要4包了嗎 但是這邊直接做個拉打 射掉了一些馬上清裝B 但白盒也沒有硬打 因為他知道這些26隻兵 還是很容易被打死的 好 這邊直接做個集結 來看一下要繼續打嗎 哇 道特這邊又射了幾隻馬上清裝B 損失了6隻 有點虧了 好 馬雅這邊又拉兩隻充門 直接過來招翔 哇 這邊血有夠慘的 這個馬上清裝B 這個點個草藥治療 都不過分吧 去治療一下吧 不然一人一攻 或一槍就直接收掉了 這個單位損失有點太浪費了 好 馬上再度潛壓 這次在高地上見起一棟城堡 好 道特這邊中午點下了跑速 不然這個跑太慢 很容易被追上 蛤 又沒動 又再一次損失掉了 沒有辦法 爺爺就是爺爺 手速終究還是比年輕人慢了一些 好 這邊工兵數量高達47隻 喔 有點多了 道特這邊則是轉出了帝王十代 還有一攻的升級 好 右側這邊 直接開敲木牆 敲好敲滿 這邊要錄進去 馬本已經在裡面防守好了 帝王十代還有一分半 伯根蒂這邊也是 大概長距30秒而已 那伯根蒂這邊充數還是有落後的 過後大約25吋 好 馬雅這邊點下拇指環 但是強弩沒有點下 因為還沒有升級 喔 50隻 這個有點猛了 這個 真的是見與其犯 好 但馬雅 Viper 這邊還是展出一些長槍兵 他沒有完全小看對方的爆馬實力 槍兵終究對對方來說是一個 合理的投資 很加碼的投資成本 是非常貴的 自己只要出少量品 你的槍兵就能擋住 好樂而不為 對不對 這個 Viper的觀念依舊是很好的 好 好 醫生利用三 馬上補下了強弩 還有化學 否則第一者是 點下了馬上清裝兵 還有推車 化學補下了 化學點完之後 可能會考慮出點火炮 或者是出點火槍 做個反制 火炮打強弩其實不錯 而且傷害又高 好 這邊有點被建築學給圍了起來 沒辦法直接硬拆又巨頭 白河這邊防守打得還是非常漂亮 好 但長槍兵過來還是得退 這邊直接射了幾村 這邊要想射破成本有點困難 這成本血量有點多 2000多滴血 好 那白河後面也在防守 很多人馬上清裝奇兵 到處鬧 上網這邊建立一個城堡 鎖住外礦的一個基地 到時候這邊防守來到了極限 這邊能不能守下來 就要來看一下白河這邊 不會出現失誤了 基本上白河沒有失誤的話 要拿下來是非常困難的 這裡要趕快補下疾病的升級 比較好 現在我疾病的時候趕快會升一升 OK 馬上就按下疾病了 疾病升下去之後 待會這個馬上清裝奇兵 就稍微能擋 雖然被馬上清裝奇兵 打一下還是非常痛 奇兵也是兩三下就會解掉了 但是如果在第二波的交戰中 奇兵還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的 好 文帝前線城堡兩洞 裡面的兵大約只有20隻奇兵 能夠守住嗎 金瑞已經升級好 二攻 生蠔三攻還沒有好 好這邊想要直接硬點掉巨頭 巨頭瞬間被消滅掉 白河這邊直接反擊掉了 謝謝馬上清裝奇兵 火炮出來 想要砸 沒有砸到任何東西 對空氣造成大量傷害 哎呦 白河這邊抖動非常的噁心 好 尤其兵 好 尤其兵 噢 中了 哇 直接損失 一堆血量 火炮打工兵的好用地方 再來一炮 能不能打中呢 哎呦 這邊是要先打巨頭 巨頭再來一發 升一滴血 回頭打下工兵 哇 工兵直接倒了一排 白河 尷尬了喔 很大事 伯恩帝喔 給點尊重喔 伯恩帝的火炮很痛喔 哇 直接硬點掉 喔 白河這邊硬點有點傷 這集從五十幾隻的工兵剩下三十六隻了 這三十六隻又被火炮砸了一發 只剩三十二 三十隻巨頭要撤退很困難 這邊疾兵數量不夠多 這邊疾兵在後面防守 OK 這邊沒有防住 白河出現了防守失誤 疾兵沒有在正面喔 讓對方的馬上輕裝騎兵可以趁虛而入 好 工兵數量已經削減剩下的不到一半了 但是瑪雅 白河這邊轉出了老鷹喔 老鷹在底下黃金國血量高達一百滴血 雖然打這個馬上輕裝騎兵還是容易打輸的狀況 但是只要用這個老鷹抓到後方的火炮 那瑪雅 白河這邊就可以使用大量疾兵直接淹過去了 所以白河現在目標很簡單喔 出三種兵種就可以搞定了 好 強奴 或者是羽射手 或者是 再加點疾兵啊 加老英奴 就可以屌尿過去了 當然這次要看每一個人農的狀況如何 那瑪雅這邊一定農是沒有問題的 最會農的玩家就是viper了 這根城堡插下去 這個情況應該可以拿的回來 也不是拿回來 這個 這個就是要來搶的 好 後面的很多馬上輕鬆兵都被viper給解決掉 viper剛剛前面疾兵都不見的原因 就是因為道德去後面解這一坨 所以導致前面有虛空 但是道德這邊很利用這一點 把他的主要的疾兵部隊給掉走 viper這邊補下更多疾兵 沒有在手軟一直按 好 城堡掉了之後村民往上走 道德這邊點下了三級射 三級射是要來點什麼 增加一下這個 戰毛兵的射程而已 確實喔 現在道德這邊出戰毛兵 可以打強弩也可以打幾兵 好 弄兵開帶放下 戰毛兵開始按了起來 大量擊兵過來想要硬戳 馬上清裝騎兵 會逼退戰毛 逼退這些擊兵嗎 我覺得是不會 這邊擊兵就算送掉也是賺喔 這邊人家是黃金兵啊 能換掉一缺 然後還有再換掉一個巨頭 算爛 繼續戳 繼續戳 戳一台巨頭直接賺兩百斤 哇 直接戳掉 Mipe這邊交換十分值得 好 這個送掉之後 又可以騰出人口 轉出更多老鷹 老鷹直接往下飛了進去 放在下面有洞口 哇 道德這邊防守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失誤 這裡沒有蓋城門 讓村民可以進進出出 反而讓村民直接在外面做伐木啦 大盒這邊點下二級怒跟三級農 二級農跟三級木 開始把自己的經濟開始補好 這邊想要蓋城堡 大盒村民直接被攔截掉 道德這邊村民下降只剩下五到一塊一百村了 上方又有強弩加巨頭刺激 正面印度正面城堡 火炮也是直接被老鷹給收掉 哇 白鷹這邊直接三線進攻 這邊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暴鷹這邊打出了聚聚 哇 這個是最後一根稻草 白鷹這邊三線進攻太猛了 正面也在溜老鷹進去 上方弓兵也在輸出 巨頭也在打 然後下方老鷹也在飛 哇 這個就是瑪雅的後期最佳的陣地解法 老鷹抓火炮 然後擊兵正面戳馬 那老鷹抽完火炮之後還可以解這個戰毛兵 戰毛兵解完之後 再去解這些馬上輕鬆騎兵 攻攻面部分就可以去打對方擊兵 甚至打火槍兵 還有馬上輕鬆騎兵都可以 我覺得 Viper 這場打的堪稱藝術 後面這個三線爆兵 打得很好 好 來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部分是由 道特這邊拿下了食物的勝利 還有石頭 木材的話是由黃金跟木頭拿下的 那五生物是後期比較拿到 所以產量並沒有那麼多 但目前看起來 道特這邊的後期經濟 還是出了一點小小的問題 川民術依舊沒有爆那麼多 那我覺得道特跟 Viper 兩位玩家還是處於在120吋到130吋的 戰術打法的關係 不像Heira他們是打150吋 所以經濟到後期還是會有點空窗寫 這個人口數一直沒有滿人口的狀況 很容易就一波就倒了 這我也覺得 這是為什麼 Heira可以拿下世界冠軍的一個 道理之一吧 Viper可能需要 加強這部分的一個細節處理 但我是覺得 Viper還是有機會可以拿回世界冠軍 只是意思的吧 我覺得 畢竟我已經看到 Viper已經在嘗試一些新的戰術 感覺也不是太弱的 沒有到非常弱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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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